台湾十股集乐团的演出 台下观众看得目目转睛 今年是台湾和越南互设代表处30周年 驻越南代表处首度在越南知名地标环剑湖畔 举办大型公开活动 邀请民众一起来欣赏台湾的艺文表演 品尝包刀美食 有将近20家台湾摊位 贩售珍珠奶茶和车轮冰等美食 由于当天气温高达摄氏30度 才半天就卖出上千杯珍奶 套圈圈 打蛋珠台等小游戏 也吸引小朋友围观体验 驻越南代表石瑞琪表示 台越互设代表处30年来 在贸易投资 观光 文化和学术各方面的交流 都非常密切 台湾是在越南的第四大的投资外资来源国 台湾是越南的第五大的贸易伙伴 在疫情之前 台湾是越南的第四大的观光客来源国 活动地点环剑湖畔的东京艺术广场 曾经多次登上国际旅游杂志 不仅是知名打卡景点 也是首都民众的精神堡垒 两天活动估计有近万人次造访